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讓我們來看到這一題 那相信大部分的教材上面都有這樣的題目 以字也各是小於歪比較這四個數字的大小 那我們之前有介紹過 我們遇到分點公式的問題的時候 有三個步驟 第一個檢查它是不是符合分點公式 2加1有沒有等於3 3加2有沒有等於5 4加3有沒有等於7 都有 所以它符合分點公式 第二件事情檢查什麼 確認什麼 確認A跟B之間 我們現在是X跟Y之間分成幾段 所以X跟Y之間以3的這個式子來說的話 X跟Y之間分幾段 分3段 可以嗎 分3段 那稍微留意一下 他們其實都是內分點 就是他們的XY係數都是正的 所以他們都在XY之間 我把X跟Y畫在最遠的兩頭 現在被咬了3天之後變殭屍的話 過一天其實人性還是剩超過一半的啦 對不對 2X加Y 除以3 那就是A啦 然後B是這一點 就不行 C呢 所以C是分幾份 分5分 然後C是比較靠近X還靠近Y 比較靠近X 所以它會大概是 我們這個東西 如果你自己做圖要準的話 強烈建議你 做一下這個正中間 就把圖剖一半來畫會比較好畫 所以C 3分5分之3的話已經過3分之1了 你可以點在這裡 可以嗎 那D呢 D4 XY分幾份 分7份 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7分之4 X加3Y的這個低點 它會比C還要左邊還是右邊 還是比A更左邊 那到底是怎麼樣 你可以從中間去想 所以我剛剛才會說建議畫中間 你從中間去想 就是說 A這個位置它離中間 其實3分之1X 離半給X是差6分之1 就差這個3分之1 0.5 差3分之0.5 然後C離中間 這個位置離中間差5分之0.5 那D呢 因為如果你7分的話 正中間是3.5 是正中間吧 它是4XX 所以它是比較多 注意它不是已經超過了 40不超過去 而是還剩比較多的XX 它在左邊 所以它是 離這個中間離7分之0.5 因為它是4 那如果是C的話 是中間是2.5 所以C是離中間5分之0.5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這個7分之0.5 比5分之0.5 小 簡單來說 D在這裡 這樣就畫完了 所以 答案就是 底下有方法2 當我們確認它符合分點公式的時候 就可以怎麼想 那其實就是我剛剛講 你如果X的係數比較大 代表它X的成分比較多 X的成分比較多 那它就會比較多 可是如果你分母不一樣的話 所以很簡單 我們都把它拆成 就是我們前面講的 用把兩個係數分開來寫 所謂線性組合的概念 1 3分之1Y 把那個位置數都寫後面去 比較好比 因為我們要看出它的係數 那我們剛剛講說 誰的X比較多 誰就比較靠近X 那如果你要講大的話 Y那頭還是大的嘛 所以誰的Y多 誰就比較大 我們看這裡就好了 7分之3 5分之2 誰大 通分一下啊 這是315分之14跟15 它大 那這個5分之2跟 7分之3跟3分之2是3分之2大 這是21分之14 這是21分之9 所以你就容易比出來 就這個答案 可以嗎 好 那原有的教材上面會寫說 把X當0 把Y當1 那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就是靠近Y的那一側大 所以我們看Y的這一側 於是我做了一組是非題 我們來看一下 已經知道X比Y小了 不管他們是正的還是負的喔 已經知道X比Y小了 那是不是3分之2X加Y就一定會 大於X小於Y就是一定會夾在XY之間呢 好 那這一個問題的答案是 圈 因為它符合分點公式 所以它一定會在 靠近X這一側喔 可以嗎 那第二題 這樣子的話3分之X加Y 是不是就一定也會在X跟Y之間呢 那你很想說 它比它少一點 它可能在更左邊 之類的 那但是有沒有在X跟Y之間呢 好 那因為我剛剛講上面這題是對的 是因為它符合分點公式嘛 所以很多學生會覺得不對 因為它不符合分點公式 因為它不符合分點公式 那我只能說很好 但是不夠好 因為它不對啦 那它不符合分點公式 是它不對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也沒錯 但是為什麼不符合分點公式就不對呢 那我們前面有講到 如果它不符合分點公式的話 我們要學會把它調整一下 就是說如果它會符合分點公式 該怎麼樣 然後結果變成不符合 搞清楚它發生了什麼事 於是我們來說 其實這個三分之X加Y呢 它是 因為分子有兩個數字 你不容易乘多少去改變它 所以我們是變動分母 然後配合分子去變動分母 所以我X加Y不要動 X加Y不要動 的話分母是寫2 這樣就會符合分點公式 對不對 可是這樣就跟題目不一樣啊 但是你可以透過 乘3分之2 來去讓它變成符合分點公式 那該乘多少 其實你如果做幾次 你就會發現 你要把分母的2變成3 其實你是把它跟分子約掉 然後塞一個新的分母給它 3嘛對不對 所以是乘3分之2 那這對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有什麼差 你如果可以把它調整成 符合分點公式的這個 我們剛剛講它是2分之X加Y乘3分之2 乘3分之2在這個數線上到底會怎麼樣 我跟你講 如果你有點出0的話 如果你有點出0的話 那你會發現 就是說當我今天呢 X跟Y離0離得很近 比如說如果0在這裡 那其實乘3分之2這件事情 是這個數字 一個數字乘3分之2 它其實是往0靠近 可以嗎 往0靠近 因為它就從原本距離0的距離這麼多 乘3分之2 就算是負的也一樣 它也是乘3分之2 就往0靠近 那但是就是說 如果現在他們X跟Y 離0 離的相對比較近 這個相對是 與XY自己本身長度的相對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我這個 2分之X加Y乘3分之2之後 欸還在 還在XY之間 大概在這吧 還在X跟Y之間 可是 如果今天 X與Y 離0離的相對比較遠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我的這個2分之X加Y 在乘3分之2的時候 對不對 假如說這是1的話 差不多這樣是1分之1 3分之2 它就會跑來這邊 那就跑出了XY之間了 這個問題是問你說 它有沒有夾在XY之間 就沒有 所以 來沒有的關鍵是什麼 是X與Y 離0 距離0較遠 距離0較遠時 這個描述就不成立了 OK 下面這個問題 如果已經知道X小於Y 我們這所有的問題 都建立在以致X小於Y 如果已經知道X小於Y了 那3分之X加Y 會不會小於3分之X加2Y 會不會 如果你看上面這個例子的話 你就會發現 它縮小 對不對 它乘3分之2縮小 好 那3分之X加Y 有小於3分之X加2Y 可以嗎 但是這題的答案是錯 欸那什麼情況下 為什麼它是錯 什麼情況下 為什麼它是錯的